同学们好 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学习 昨天我们学习了 就是上一节课 我们学习了 从word中读取文文文件 并显示在我们GUI界面上 那么今天 很自然的 我们就继续向office开刀 从Excel中读取文本信息 那么我们今天 这个学习目标 简单说有这么两项 第一个就是掌握Python 访问Excel文件的方法 然后我们就复习一下 获取文件扩展名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ython读取Excel文件 那么它在Windows平台下 我上一刻也说过 它也可以用这个Win32扩展包来实现 那么跟这个访问Word一样 它也是仅限于Windows平台 它调用的是这个微软的 这个Excel程序 它这个Excel访问呢 比Word还稍微复杂一些 因为这个Excel呢 它有分这个表单啊 这个sheet1 sheet2 sheet3的 然后呢 这个每个表单里边 就是每个sheet里边 还有这个行列 然后最终呢 我们要访问的这个文本 其实在这个单元格里面 所以呢它这个操作 要比Word的要复杂一些 Word的就直接 从每行里边读取文本就可以了 那这个Excel呢 你要精确定位到 这个单元格 就是行列 从sheet到行列 到单元格 然后呢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 对使用的单元格感兴趣 所以我们要便利 这个使用的这个单元格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Word怎么操作这个Excel 首先我们还是打开这个ID Eclipse 这个Eclipse安装完了之后 是不用安装 它直接解压之后 双击运行的 然后运行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 将它这个锁定到任务栏 那么就可以从任务栏 开启Eclipse了 好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上一次的内容 上一次内容是说这个 如果是这个DOC结尾的 我们就打开一个这个World文本 如果是这个TXC结尾的 我们就普通的这种 最简单的文章方式打开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顺便也复习一下这个文件名字 这个后续名后取 我们再加一个 这个如果 如果这个文件名字 它是以这个Excel结尾的 那么我不想用这个 自动上切换这种方式 那么我找一个方式 叫 ansWith 那么 点 Excel是 xlsx 是这个 零七版本的 那么零三的话就是xls 那么以这个方式 然后呢 我直接先 先把这个打印出来 好 我们假定这个字符串 是可以这样操作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实际上这样是不可以的 那么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先进行一下看 这里是不可以的 那么运行之前呢 我们先要在这个工程公路下面 创建一个Excel文本 就测试文本 Miles PRQT 在这个上面 再新建一个Excel 还是Test吧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第一行写上这个 Hello Word 然后呵呵 哈哈 保存 那么这个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从这儿打开这个Excel这个文件 好看一下啊 这个过程呢是一定会有错误的 给大家说明一个问题 好我们看到这个控制台这边 QString object has no attribute and with 好 没找到哈 这是因为这个我们所有从PYQT 这个界面反回来的这个字符串呢 它都是这个QString这个类型 它不是Python的这个String类型 所以我们要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这个Python的String呢是内置了很多方法 但是这个QString它是 PyQT也就是说从C++的那个QT过来的这么一个类型 那么它是这个PyQT特有的 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呢 要小心的把它转换成 Python Python 转换成Python自己的这个字符串 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能用这个按字位置方法 那我们看一下 点一下点儿 然后输入按 看到没有 这个这个时候才能自动补权回来 我刚才敲的时候 连这个自动补权都不会有 说明这个自动补权就没有这个方法 QString吧 它没有这个方法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好 这边打印一个Cell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访问成功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 使用这个 Vincerecom 来访问这个 Excel 那么我们之前呢 是把这一段提到外面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再把这一段再把这一段切回来 就是如果它是这个Docs结尾的时候 我们才把这一段 才执行这一段 就是才导入这个包 好的 好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因为这一次主要是想介绍这个Excel 所以这一段呢 是不影响我们这个操作的 我们把 还是把这一段复制过来 直接到这个Excel这个操作下 好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第一步导入还是一样的 无论是访问这个Word还是Excel 都是从Win32.com import的一个Client 然后当作这个WC 也就是这个Win32.client 然后我们下一步肯定就不一样了 这个不是Word的了 好 我们要访问的是Excel 那么这里呢 Application这里也要改 顺应的改成Excel 同样的 我们这个变量取出名字都可以 当我只是访问Excel的时候 就用Excel 访问Word的时候就用Word 好 我们也是设置它不可见 就是后台打开 然后呢 我们就要打开这个 我们从这个GUI界面传递过来的 这个Excel的这个文件 我们还是新建一个 旧品量MyExcel 然后 就用这个Excel的里边这个 Word Books Word Books里边的这个Open方法 OK 那么我们打开的这个文件呢 还是同样的 跟这个 Windows这个操作是一样的 就是这里 要进行相应的 同样的这个处理 就是把这个 QStream这个类型 转化成Python类型 然后并把这个正斜杠 替换成两个反斜杠 好 这部操作是一样的 这样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打开了这个Excel文件 那么打开它之后呢 我们继续建下访问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Excel它是分这个表的 分这个表单的 我们先打印一下 看一下 MyExcel 这个里面呢 它是有这个sheets sheets一共有多少个呢 我们数一下 cou-nt 然后打印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选中这个默认的表单 我们还是看一下 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Excel 把它打开 看一下啊 它是默认的 只有三个sheets sheets1 2 3 然后呢 只有sheets1里面 sheet1里面 有这么四个单元格用了 sheet2和sheet3 里面都是空的 好 那么我们这个程序的目的就是 把它这个 已经创建的这个sheet打出来 并且把它已用的这个 单元格打出来 那么我们 再新建个变量 MySheet 等于MyExcel 好 补全了 传递给它的这个变量 是这个sheet的名字 sheet1 然后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sheet1里面 有多少个单元格已经被使用了 还是一样的打印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一个sheet1里面有多少个单元格被使用了呢 那么就调用它的use range use range里面有rose 这是行 然后行里面有count 那么这个就是已经使用了的这个单元格的行 那么同样我想把已经使用的这个列打出来 那么很显然就替换掉这个 这个root这个单词 把它替换成这个colum 这个就是行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我们刚才这个文件里面呢 打印了两行两列 我们看打印这个书对不对 打开 找到这个文件 OK 看一下这边 一共有三个sheet 那么两行两列使用了 好我们停止这个程序 到目前为止呢 一些功能动态 那么我们想进行一个操作就是把它所有的用 已经用到的这个单元格打印出来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里边用到了这个两行两列 那么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并且呢 输出到屏幕上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 已经使用的这个表格进行便利 那么我们 我们先便利这个行 好 还是偷下哪 不敲了 再便利列 列就是用这个 好的 那么这两步操作之后呢 我们这个行和列就都已经便利了 就是双重循环 便利完了之后呢 我们怎么定位这停的一个单元格呢 好 我们 我刚才没打开这个程序啊 没打开 我们怎么便利了这个单元格呢 好 这个就用到这个sheet里面呢 有个这个cells 这个用单词应该叫细胞的意思 my seat there cells呢 传递给它一个元祖 就是这个航和列 那么我们先传递一下i和g 看一下 这个cells里面这个内容 通过这个value 来找到 来索引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cells它就索引 不是从零开始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这里边 如果这样做的时候呢 它是会 会报错的 好 我们先测验一下 这个地方呢 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这个 OK 这已经报了个错了 乱七八糟的 这个错误呢 由于是通过这个温抗 交用的 所以它指定的位置不是很明显 我们把它收拾掉 因为它不是从零 锁引的 所以我们这个 每个都要加一 因为我们这个 for i in range 这个是从零开始锁引的 我们先把这个打印出来 打印出来呢 那同样的 我们这个程序执行完了之后 要养成好习惯 把这个程序关闭掉 好 Excel和Word的这个操作呢 Close程序呢 也是很简单的 那么 它的这个函数呢 其实手字母量大写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眼 那么定位到这 打开它 然后再让它便利 哦 我这个便利忘了写打印语句了 不好意思 不然便利之后没有反应 OK 这个程序就可以关掉了 那么这边 它已经把我们这个四个 放大一下 三个sheet 两行两列使用了 已经把我们使用的这个词 都已经打出来了 好 我们还是把这个 呃 原程序打开看一下 原来我们这个 我们这是在编辑一个 呃 最后就加个中文 啊 然后这行就空着了 啊 这行我们再来一个 OK 我们看看这样打印出来 这个什么效果 也就是说测试一下 它能不能打印中文 好的 那么这边就已经把这个 所有的打印出来 因为我们现在变成了这个 三乘三的 就是三行三列 所以它打印出来的呢 嗯 三四列都打印出来 一共是九个 啊 打印了九次呢 它有的 空于我们没有写的单元格里边 没有没有词 所以它就是那 那么我们 肯定不希望它打印这个 所以呢 在这边加一句 这个如果这个单元格 如果这个单元格的值不是空 才进行打印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不看到这个浪的值 就只把它存在的这个字符上 一用的这个单元格里边存在的这个字符上打印出来 这边看一下 三乘三 那么打印了 嗯 六个 七个 六个 好 那么这个 呃 用这个Python 通过调用这个 Win32.com接口 访问这个Excel 这个读文件 就介绍到这里 那么 因为这个也不是我们的这个重点 我们讲 主要是讲这个跨平台的这个特性 所以呢 基于Win32 这个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大家想 详细了解的话 去看这个Win32.com这个API 里边有 读写创建等等都有 好 我们继续剩下介绍 嗯 那么同样的 跟这个Python 访问这个Win32.com的文件一样 那么一定也有一个这个Python的扩展包来读取这个Excel文件 啊 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XLRAID的扩展包 就ExcelRAID 嗯 那么它呢 是只能读取 不能写入 也是跨平台的 优点就是它读取的速度非常快 比一些那个Open啊 啊 Excel这个包呢 读的速度要快一些 啊 并且这个Anaconda呢 是直接包含这个母块了 包含这个扩展包呢 我们不用再装了 如果他想写入这个Excel呢 要用这个ExcelWT扩展包 也就是说这个ExcelWrite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词的这个缩写 扩展包来实现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用这个扩展包 怎么实现这个 从Excel文档中读取这个文件 还是跟上两个一样 这个地方我们就 统统给他注释掉了 因为我们要换方式了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 如果是一个Excel 那么我们就 从这个 X2LD这个包里边 导入这个 OpenWorkbook 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还是 同样的 这个 要从这个 机关界面 给我们传递进来的 这个 文件里面 读取 那么我们就 建一个编辆 叫Workbook吧 然后 OpenWorkbook 那么这个家伙补权的太多了 这个 我能用了这么多 把不用的给删掉 好 这自动补权补的 太犀利了 同样的 我们把这个字符传 传给这个Workbook 那么 传完之后呢 传完之后 这个访问呢 要稍比那个 呃 Woncom的 要稍微那么简单一点 呃 跟这个访问World是一样的 那么 如果在这里边实现 这个便利的话呢 就比较简单了 就直接 4s in这个 Workbook的 同样也是访问 他的这个 sheets 在这个sheets里面 啊 每一个sheets都 都便利一变 然后 呃 也是一样的 要从这个 含和列去访问 那么这个sheets的 unrows 就是这个sheets里面 有多少行 然后同样的 这个行里面 有多少列 好 没补出来 着急了 呃 这个还是s 补出他的列数 然后我们就去访问他这个 访问他这个 这个sheets都是小写的了 然后我传递给他就是行和列 同样的这个也是value 不过他这个都是小写的 啊 这个习惯是跟windows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那么看一眼 打开 找到我们的这个测试 OK 啊 好的 那么也是 一个cell 然后打印了hello 呵呵 麦子学院 然后是word 哈哈 学习python 然后同样的 他这个num的值 他也是打印了这个 我们用的这个格 那么有一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地方了 其实应该就是对用的这个num的值 没有 没有的话 他就没有打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加一句这个 大家很惊奇的发现 这一次他没有这个编码问题 对 这个excel这里边 汉字可以直接打出来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中间这个难看的空格没有了 就是有值的时候才发生打印操作 那么这里呢 就是已经跟刚才一样的方法便利了 其实这样也可以不用便利 就是你指定某一个航和列去访问 这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里我是只访问了有有效的这个航和列 那么因为有的时候需要用脚本实现这个 比如说 把这个excel aexcel里边的这个某些航和列 复制到这个b里边增加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什么查询啊 修改啊 这些等等操作 我都可以用这个包来实现 这个 啊 xl 锐的这个包只能读 但是我们可以配合其他的包进行读写 操作或者用 Win32.com在windows下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操作呢 就讲完了 比较类比较类似 但是这个包是快笔来通用的 所以我读文件的时候推荐大家使用这个包 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因为你用Win32的话 它实际上虽然你是invisible 就是visible这里是零的 也就是说不可见的 但是它实际上还是在后台打开了这个excel这个庞大的程序 毕竟对于执行来说这个还是有点缓慢 好的 那么这个我们也介绍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让大家头疼的这个客户作业 这个客户作业呢 就是读取指定的excel内容 显示到动航文框中 然后并另存为world文件或者txt文件 这个所有的操作我们之间的课程都讲过 大家只要认真跟着做了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 好的 那么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